HELLO 大家好 我是Hidy 不知道有多少觀眾是學生 現在應該在享受暑假 所以今天想試一下化妝用最少的產品 以及一些比較開架的產品 去完成一個妝容 大家放暑假時都可以用少少自己的零用錢 買少少東西去學習一下化妝變漂亮少少自己 我今天整個底妝只會用MAYBELLINI的Instant Age Rewind 雖然我知道最近她在打廣告 但完全不是廣告 我也想她們找我 因為我已經買了超過10支以上 用了3、4年 所以她們可不可以找我拍 這個顏色是有這些白色的 我平時會再加粉底 但今天會用它來做底妝就算了 因為我覺得學生不需要遮太多 而且不應該這麼厚粉 我會用美妝蛋 其實不需要買到很貴 我這個是Real Technique 也不太貴 應該一個大約4-50元而已 很多水服店可以賣的 我看到很多格仔店都可以賣 大家都可以去看看 我覺得它蠻好用 而且彈性蠻好的 說回底妝 我看到很多學生妹在穿校服的 整個臉都是白色的粉底 我想問現在中學是否已經可以化妝 我以前是甚麼都不准塗的 我讀書的時候 所以我是挺驚訝的 還是在他們放學找個廁所 特意去隨便化妝 外出裝美麗的 因為我看到他們的底妝 是一些很面具色 然後又浮粉又厚 一看就知道是便宜的 Cushion化出來的妝 千萬不要大家 知不知道 我近一點給大家看 你會看到其實一點都不會厚的 這個遮瑕膏 是會透了一個自然的光澤 亦透了一點自己的膚質出來 所以它可以很快去黃氣暗瓦 其實已經是一個比較漂亮的皮膚 當然我黑眼圈仍然是有點深 所以我會在重點塗多一層 不知道大家第一次買化妝品是買甚麼的 我小時候第一次就是中二 大約14歲的時候 在Watson市買了一個眼影 在補習途中 就是媽媽不知道那些路程 就用零用錢買的 還有盡量用這些剩下的粉 拉到頸子 看下去就沒有那麼兩折色 我真的看到很多人 這個位置和這個位置 是完全兩個顏色 好恐怖 所以記住不要忘記這些位置 都要一直拉下來 好 底妝完成之後 我們就上一層碎粉 我這個是在台灣或日本都會買到的 Integrate牌子 香港應該也有很多水貨店會買到的 薄薄地掃一層 做定妝就可以了 接著就到眉妝的部分 我不想特地去買 所以就用我在韓國買回來 Occure的眉粉 我以前也是用Kate的三色眉粉 那個也好用的 滑眉最需要的是眉型 所以強烈建議這麼多位去修眉 只要你修到一個漂亮的眉型 你基本上只需要沿著眉去畫 那你的眉就不會失敗了 而且不要相信那些Facial姐姐 幫你修眉 那一定要出去找一些真的修眉的人 你看有畫眉和沒有畫眉 是差很遠的 我小時候是完全不知道畫眉的重要性 我想我去到20歲左右 都是挺著粗眉的外出的 但是當你試過第一次專業的修眉之後 你就會發現自己整個樣子是不同的 那我自己就是做蜜蜜修眉的 我跟了那個女生差不多有六年了 如果你們有興趣 我就寫在 description box 他修一次眉大約八六元左右 就可以保留一個多月了 那你們學生的話 就不需要每個月都去修的 說真的 你們放了暑假又變回素顏上學 修什麼眉 還有蜜蜜修眉 我覺得是沒有用眉頸蚊眉那麼痛 我是很怕用眉頸蚊一條條蚊 我會很容易打一次 所以蜜蜜修眉 它一踏過絲我覺得爽快 下一個步驟就很選擇 因為我的頭髮比較淺色 我就要用一個淺色的眉 然後用三色的眉份 你可以選擇最淺的顏色 去做一個鼻影 但因為這盒只有兩隻顏色 兩隻顏色都比較啡 所以我就不做鼻影了 所以我就用回我平時用的 MAG BOMEGA 雖然它是一個專櫃品牌 但它的單色眼影都好像是八六元左右 其實就沒什麼所謂的 你用不用鼻影 習慣了化妝 如果我的鼻子太扁 我就一定要畫鼻影 你看到這個位置 整個鼻子是高了出來 然後鼻頭這裡是有一個凹凸 好 到眼影的部分 我就新買了 未試的REVALON這盒眼影 這盒眼影有八隻很漂亮的顏色 才是128元 首先就用這個有閃粉的珊瑚橙色 然後就畫在雙眼皮的摺位上 哇 這盒子很漂亮 超漂亮 超顯色的 另外一邊也是這樣畫的 然後旁邊的橙色 我們很薄很薄地掃在這裡 下眼線位 如果你覺得眼妝太濃 你可以用剛才有遮瑕膏的Beauty Blender 它沿著旁邊的印開 你看到就會變淡很多 我也覺得剛才自己太重手 現在看起來眼睛已經有光澤感了 我自己不太喜歡整個眼妝 都是霧面或是啞色的 因為這樣比較難均勻 之後眼睛很容易看得到髒 而且我覺得沒有光澤感 好像很死很平面 除了外國人或很深的輪廓的朋友 就比較適合這類型的霧面眼妝 然後我就換了一支非常扁平 非常小的眼影掃 就用最邊邊很深的一個啡色 就做眼線的 我今天用眼影畫了一個很柔和的眼線 就算了 因為如果剛才做學生化妝 你特意去買一支眼線筆 但眼線筆 如果你之後半年不用 它會有作廢的 所以盡量都最好用一些深色的眼影 去做一支眼線就可以了 而且一開始不是太適合 畫眼線的時候買一支眼線筆 是很難很難去駕馭 所以慢慢由這些細掃 用眼影去畫眼線練習一下 是一件很好的事 你下眼線也畫一點點角位 就可以做到一個很漂亮 這裡有一個層次出來的 最後用這個金色去畫臥顫的位置 和眼頭的位置 簡約偏橙的大地色眼妝就完成了 我們就可以塗睫毛 我今天用的是1028的睫毛 在香港應該也不難 在水貨店或是1028的Counter買到 如果你說香港比較容易買 有好用的 我就會覺得Kiss Me也不錯 塗睫毛的竅門很簡單 把眼鏡這樣打平放在下面 然後你這樣塗就很容易塗了 而且沒那麼容易會塗出街 或者塗不了 我講一下第一次自己化全妝 應該是大約18、19歲 那時候回迪士尼工 就覺得自己應該要化妝 然後因為我的伯母 在雜誌社做 有很多很多的化妝品 全部都是名牌化妝品 然後就送給我用 所以我小時候第一支粉底已經是Covermark 然後第一盒的Palette已經是Dior 如果沒有記錯 而且這麼小時候就用一些漂亮的化妝品 是愛上了化妝 你不是用一些質素差 或者只有一個便宜的那些 你就會發現化妝真的可以令到你看起來更漂亮 但有些人可能貪便宜 隨便買一些廉價化妝品的話 你就體驗不到這種感受 你就可能去到很大個 都不知道原來化妝可以去到哪個境界 下眼睫毛就一定要 鏡是打直的 然後頭梯 會不會看到雙下巴 那呢 就塗 我不是打一棟茶的 我自己手就習慣這樣打橫掃 草花你不要再弄我了 那你會發現其實塗上眼睫毛 你已經好像畫了一條眼線一樣 不需要特意用什麼眼線液去畫 就可以省下筆錢 而且一個很簡單的眼妝 其實真的不需要太多的步驟 然後就到胭脂了 那這個牌子是否讀Cezanne 它的色號是01號色 我在cosmere store買的是四十多元 它裡面附送了一個掃 其實我覺得就不太好用 不過如果你說純粹是學生化一個暑假的妝 我覺得夠用 而且這個大小的發鼻影是非常之好 這個顏色其實它不是很深色的 是一個淡淡的蜜桃粉 非常之適合學生去用 不會說很濃妝 帶到元氣出來 好像在皮膚裡面滲透了一些運動員 然後焗完桑拿或出汗的元氣感出來 就非常之適合 如果你說皮膚夠白的話 我有另一個也很推薦 就是CAMEC的PW42號色 你看到我是閃的 所以我自己就用來做highlight highlight很簡單的笑 然後看到這個打光燈最短短的位置 看到有分別嗎 這邊是沒有那麼光的 這邊立刻起了這個光 整個人是飽滿了這塊臉 到最後就是唇膏的部分 雖然我知道現在年輕一輩 我在街上看到也很多人咬唇妝 但是我自己就不太喜歡他們的咬唇妝 因為真的我看到是乾裂的 旁邊好像我現在的素唇一樣 超乾裂或是暗沉或是蒼白 然後中間突然間有一缺的橙色 還有鮮紅色 我自己覺得其實不是太美觀 我不知道是不是潮流 但是這條片是我的 我當然用一個我自己覺得漂亮的方法去呈現 我超推薦大家去買 就會在莎莎買到的OPERA唇膏 其實它出過很多顏色的 我自己也買過很多顏色 現在手上有的顏色是01號顏色 05號顏色 06號顏色 它們的顏色是分得到的 雖然塗在嘴上我覺得是差不多的 但是你塗在手上 起碼可以看到是不同色系的顏色 既然有裝了橙色 我就塗這個橙色 完全不需要潤唇膏 我今天近鏡大家都看到我的唇膏很乾裂 還有一個可以不容易脫唇膏的方法就是塗完 我把紙巾免了一下 它們的顏色會放在這裡 然後再塗多一層 顏色就會比較持久 第二層 因為剛才已經有顏色 我不想它太深色 所以第二層我通常都是用點點點的形式 這樣點上嘴上臉 然後用手指推開 好了 我夾完頭髮回來了 今天這個全妝 其實只需要用到十樣的開架化妝品 就已經可以化到的 希望這條影片可以幫到一些 第一次化妝 不知道從何入手的人 說真的 如果你真的從來沒化過妝的話 千萬不要 那天打算化妝外出 那天才跟這些Youtube影片學習 記得在家裡一定要無數次練習 試一下 然後問家人究竟是否奇怪 自己不停地笑 不要被自己騙了 就說我一定化完妝是一定漂亮的 因為有很多人化完妝之後 我覺得他們素顏是漂亮的 好了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這條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LIKE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影片 凡星期六的下午三點 以及星期日的下午十二點 好了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啦 Bye Bye Bye